大家好,我是焦肥學院 本週不免書記 向您請教一下 關於台灣昨天的 有合一選舉結果的看法 首先,對於執政的 民進黨與小英總統來說 可以說是一場慘敗 21個縣市中 只贏得5個縣市 蔡英文選後就宣布 持續黨主席一致 由連任高雄市長 陳其邁代理 本次選舉 就我觀察了白區黨的 活動資金與資訊戰的規模 遠不如2018年 但最終的選舉結果 卻相差不大 對於貴匪來說 似乎反向證明給不給白區黨經費 與選舉結果沒有太大關係 而民進黨的地方首長席次雖然下降 但是縣市議員席次 卻反向成長 現在民進黨中央對於地方封建諸侯的控制力不足 同時 直接空降的候選人的提名作業也備受爭議 導致了總統跟立委選舉的票數 並沒有在這次的地方選舉中能夠摧發出來 這次選舉之後 也就是後蔡英文時代也正式開啟了 不管對於民進黨還是太獨派 您覺得在下一次總統選舉前 民進黨跟獨派應該做些什麼準備 以及習近平的紅區黨是否會認為 他們採取消極不干預的政策 會不會反而導致2024年的選舉結果 會對國民黨有利 在下一次總統選舉期間 他們能夠跟國民黨以及民眾黨之間 達成某種默契呢 資源總是有限的 所以實際上總是高層越強大 越會抽吸基層的資源 民進黨從制度上來看是一個相互矛盾的結構 它是一個鬆散的聯盟 像論壇一樣的聯盟 和一個模仿國民黨的強勢黨建構的混合物 就像托克威爾所說的那樣 形式上的制度沒有實際上的運作來得重要 所以實際上民進黨一直是 論壇和聯盟的性質占優勢 強勢的黨中央的存在 給它提供了一個派系成長的機會 也就是說民進黨有一個美國政黨並沒有的 依附黨的機構而存在的幹部組織 在美國的政治上 民主黨或者共和黨的全國委員會 基本上不能稱之為一個組織 它是隔幾年大選的時候才臨時召集起來的 兼職人員組成的 它沒有專職的黨務人員 在基層上起作用幾乎全身的資源者 而民進黨國民黨像共產黨一樣 它擁有一個擁有自身財政機構 可以像國中治國一樣存在的巨大的黨務機構 有職業為黨服務 專門當黨務幹部這種職業 而民進黨建黨式的組織是模仿國民黨的 所以它也有一個黨務幹部機構 但是它自身不像國民黨那樣 有依靠國家機器支持的財政和幹部培訓體制 所以它的實際力量是來自於 彼此之間沒有什麼依附性的封建諸侯的聯盟 所以這個幹部黨和諸侯之間的關係 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張力 基本上一方面黨主席會因為極小的原因 因為純粹因為選戰的原因而迅速辭職 當然是組織黨務的時間都很短 另一方面它確實存在著一個 沒有它民進黨就不能成為一個黨 因為民進黨沒有一個穩定的 像歐洲工黨或者社會民主黨那樣穩定的綱領來維持 它能夠使它維持在一起的力量就是這個黨務機構 另一方面這個黨務機構和它所依附的黨主席力量本身就是不穩定的 會周期性地發生崩潰 如果民進黨想要把自己變成長期執政黨 像它在2004年以後就曾經打算做過的 以及在2020年以後大多莫所說的那樣 那它需要有一個像非國大那樣的強大的希臘型的黨務機構 這個機構就必須有相當於是印尼政協會議或者南非非國大那樣的作用 它能夠深入到社會的各方面 能夠把前政權崩潰和社會演化化人中成長起來的各個新政權吸納進來 這個黨務機構的規模必須相當大 是民進黨原先和現有的黨務機構承擔不了的 它需要吸收更多的資源 而不是像是美國的政黨機構那樣 就進一步的虛化弱化 反過來運用這樣的機構 它的好處就是 在過去基本上是依托國民黨才能存在的中華民國基本倒台以後 可以存在一個替代性的機構 整合社會 穩定國家 避免 舊的統治機器解體以後 社會和國家隨之瓦解 像南非之所以沒有分裂成幾十個 至少是幾個 國家 像非洲經常出現的那種 基於部落聯盟建立起來的國家 或者是強勢部落和一系列 依扶性的弱勢部落建立起來的國家 而能夠維持一個國家機器 主要就是因為 非國大黨務機構的急劇膨脹 黨務機構的急劇膨脹 填補了過渡時期的真空 整合了過去白人統治時期留下的社會精英 和全球化時期成長的新的社會精英 但是因為這個非正式的權力機構的存在 造成了嚴重的腐敗 也使非國大變得不得人心 這等於是南非要維持一個國家存在 而付出了在一家 在正常情況下 南非不應該是一個國家 而應該是幾個國家 印尼的政協非裔這樣的組織 背後也有 和過去蘇哈多時代的專業集團 本身也是這樣的組織 它是為了填補國民黨 或者民主黨以及共產黨 全部倒台以後留下的真空 把社會各方面的力量 非正式地整合起來 用勾兌的方式整合起來 而不是通過選舉的方式 選舉的方式會使 就是藻哇人獲得過大的權力 影響印尼作為一個繼承整個東印度殖民地 解決藻哇人和亞齊人 以及其他各小祖侯之間的長期矛盾 不至於通過荷蘭人曾經設計過的印度尼西亞聯邦 逐步瓦點為一個松散聯盟 或者馬來西亞化甚至解體的一個替代辦法 但是這樣一個專業集團的存在 和部分依靠協商組成的政協會議的存在 使印尼不能夠成長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當然當事人的決策 都是根據資源和歷史路徑的依附而決定的 民進黨跟國民黨不同 它缺少政權作為政權核心的很多元素 其中最主要的元素就是兩個 一就是軍隊 在印尼基本上大大小小的民团 多少少都有一點的軍事經營機構 民進黨在建言時期成長起來的社會運動路線 和依靠協商民主成長起來的這套中產階級經營是完全不具備的 第二就是台灣在冷戰時期和後冷戰時期成長起來的這個經濟結構 這個經濟結構會直接影響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果大眾干戈的話會引起激大波動 它需要一個銜接台灣本土社會和美國市場為核心的 國際經濟體系的一些跨國的經濟人集團 這個結構跟日本統治世界的台灣是不一樣的 日本統治世界的台灣它的經濟體系並沒有銜接到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市場當中 本土的精英階級就是地方上的堂廠老闆、銀行老闆之類的人 和地方精英基本上是完全同構的 它也不像現在這樣受到國際上社會經濟結構波動的巨大影響 民進黨手中缺少這樣的人 過去在冷戰時期形成這樣的經濟人 基本上是國民黨系統的人 那麼蔡英文第三個因素就是地方封建結構 1945年以前的地方封建結構基本上都是本土式的 經過土改和鎮壓以後 形成了土司結構 土司結構就是說一部分強勢的土豪被國民黨剷除了 另一部分被國民黨收編了 收編的部分跟黨國的結構達成了相互利用的局面 土司有雙共意義 一方面它跟共產主義國家不一樣 沒有完全剷除本土勢力 給本土勢力通過派系寄生在黨國機構內留下的余計 第二就是這些重組以後 依附黨國形成的派系勢力 本身跟黨國機構是共生的 不會說是按照文化民族主義者意見說 講台語的人就代表本土 他們出於自身的缺陷是 比如說像香港的何俊瑶他們那樣 是依附帝國才能存在的 宋明的土司經常也是這樣 他們代表土儒社會當中 也就是各酋獎國當中的親法派世界 整個成長結構比較接近於伊斯蘭教在西非或東南亞 建立起來的那些蘇丹國的狀態 這些蘇丹國當中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相對於其他土族的巫師和酋長來說的話 是一些本土社會培養不出來的高級人才 他們時文斷志 瞭解一些歷史先例和歷史故事 同時也是跟以伊斯蘭大國為主的國際勢力交涉的重要人才 他們的存在提高了原有的 把原有的酋長國提升為蘇丹國以後 提升了所在國的國際層次 而宋明時期的土司也提高了本地酋長國的國際地位 能夠得到很多實際利益 例如比如說像中亞那些伊斯蘭學家就曾經說過 某某某可憨 我們原來以為他的國家純粹是蠻族 現在看來他其實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 還很有學問 我們不能夠把他們國家的人民當奴隶來販賣 因為這樣對待穆斯林是錯誤的 這就是國際地位提高的一個體現 而對於宋人或者是中東的穆斯林大國來講的話 對於不信奉的儒教 或者是不懂得伊斯蘭教辦事規矩的酋長國 就是直接當蠻族不可交涉的蠻族 怎樣對待都可以的 而對於酋長自己和他的子弟 師爺是飽足師叔的儒生 或者是蘇丹和他周圍的幾個大臣是穆斯林 他們就會把他們當成同類 給予他們更好的國際地位 對於西非那些酋長國來講的話 出口黃金和元柴教到中東到巴格達的伊斯蘭教大國 是他們經濟上的主要來源 而東南亞的蘇丹國從印度和中共 進口武器和技術人員 是他們在軍事上 由於對其他競爭國家的關鍵因素所在 所以他們在這種不平等的國際因素當中 讓蘇丹和他周圍的子弟信奉伊斯蘭教 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相約的酋長國他們的酋長的子弟去讀一些儒書 跟宋人和民人的政府官員打交道 不影響社會其他部份 對他們也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這樣的做法必然會在酋長國內部結構當中 跟那些堅持自身傳統、多神教或者泛林的傳統 跟原有的鬆散的部落結構 有強烈利益關係的其他酋長的勢力形成對抗 但是後者之所以鬥不過他們 也是因為他們培養不出一個 具有國際視野的幹部隊伍的緣故 像台中、台東這些傳統上論人口來講 跟台北不一樣 國民黨的自治區其實是兩部分 一種就是以大台北為中心的地方 因為它集中了大量的外來人口 所以從人口和社會結構上來講 存在國民黨的自治區域 另一方面像台中和台東這些地方 其實人口基本上是本土的 它是通過土石結構來統治的 土石結構就是本土派系 論出生其實是本土的 但是由於利益結構和幹部培養 培訓機構跟黨國相互嵌套 像何君堯他們就不能夠放棄 他們跟共產黨的關係 放棄他們跟共產黨的關係 那麼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 失去了大義名分 在資源上講 失去了很多支持 跟本土的其他派系相鬥爭的時候 自身就會站不著而垮台 台中、台東這些地方的藍色勢力 基本上就是類似的派系 論出生其實是本土的 但是他們很可能會比 論出生是外省人的其他國民黨派系相比 更加依賴黨國的結構 這就叫土石結構 土石結構具有一定的封建性 因為它能夠希臘 論出生是本土社會的基層群動 滿足他們的利益訴求 相應的也因此能夠形成選舉式的動員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 在黨國的高層結構當中 黨庫通國庫的高層決策體制 以及接受白血量支持的渠道當中 他們是邊緣化的 他們不掌握著資金和人事 直接滋潤、直接獲得利益的那些渠道 如果黨國結構足夠強大的話 薛藩是必然的 下一步第一代形成土石結構 到第三代和第四代就會改土歸流 最終把這些土石結構全部削除 他們不但沒有被削除 反而會強大起來 原因恰好就是因為黨國結構的解體 他們黨國結構的解體 使他們變成了國民黨不可缺少的關鍵力量 像國民黨在台中的局勢能夠維持 主要就是因為派系的緣故 這些派系在國民黨高層仍然是無法出頭的 但是作為諸侯的存在 仍然可以形成雙向互動 在跟黨國結構中雙向互動 能夠同時延長雙方的壽命 而民進黨雖然理論上講是依靠綠色人口建立起來的 但是它已經缺乏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日本統治世紀的選舉當中 居於主要地帶的那些土豪勢力 那些跨越了前清甚至是部落 民政時代和部落時代而存在的土豪勢力 在民進黨崛起的年代已經不存在 因此民進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產階級 新興地就是冷戰經濟和全球化經濟 新興地創造出來的城市化人口當中的城市中產階級 現在人經常忘掉 其實民進黨最初是在台北 這些思想比較開放的大城市崛起 而不是在南部雲家南地區的 今天是深綠色的鄉下崛起的 這個來源再加上民進黨的黨中央結構和建構民進黨的部分力量 就是依托黨的機構運用西方社域理論 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內建構民進黨的黨務幹部 是民進黨經過長期的選舉鬥爭以後 仍然未能動搖很多地方的國民黨吐司結構的主要原因 像2014年選舉以後 民進黨在台中已經有了機構 如果不把他的幹部調來調去的話 讓他在台中不斷扎根的話 今天的台中不會是現在這樣的局面 但是從民進黨自身的角度來講 一個面面俱到各方面都能顧到的特徵是不可能的 所有人都面臨著資源缺陷 非國大不搞他的那些巨大的政權機構 南非的政治穩定也是無法維持的 蔡英文的基本特徵就是要維持政權的穩定 維持基本上是由國民黨利用冷戰結構創立 使台灣經濟和台灣人民的生計跟美國市場和國際市場掛鉤 這批經濟人才 對而就是曹新城那種人 以及過去幾十年以防埔黨軍為核心 培養出來一些軍事機構 其實就是于北城那些人 從這些機構當中散落出來的 跟主流不合的分散的人 像或者是對日裔中國化的共產黨感到不滿 感到危險的那些人 也就是曹新城與北城這些人 是蔡英文統戰的主要力量 這些人恰好代表民進黨原有人才結構的缺繁 民進黨要重新培養出一些類似的人才 那是需要跨代的 短期看來是反不及及的 另一方面就是地方諸侯的問題 就是民進黨地方諸侯成長了很多 但是諸侯的成長 像是一個人生孩子養孩子那樣 你是沒有辦法拔描入長的 必須等到跨代以後 一代人的基礎建立起來以後 然後才能夠緩慢地擴張 民進黨在九十年代崛起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什麼地方諸侯 在所有的選戰場所 他們都是不需要負實際責任的少數派 起的主要作用就是像 所有的拿破崙三世時期的紅色巴黎一樣 起的是抗議票的調整 它的作用是吸收抗議票 打破一言堂 發揮監督作用 但是只能發揮監督作用 自身不能在任何地方形成穩定統治 經過二十年的經營 它逐步在南部 以雲加南地區為核心的南部台語地區 形成了穩定的政權結構 形成了像台南高雄這樣穩定的 能夠實行有效統治的區域 我們要注意就是 出生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 所謂民主人士 基本上在政策上是不負責任的 他們不能承擔柴米油鹽 為人民解決實際困難的任務 就是在英美由地主和穆斯 這些天然統治者 為他們的教民和人民 解決了那些日常的安全需求 仲裁需求 也就是伊斯蘭教教法學家 為穆斯林社區解決了各種需求 你打離婚官司的時候 你找邻里糾紛的時候 這些事情你找誰 找本地伊斯蘭教教長是最便宜的 他根據沙利亞做出的裁決 是最便宜最切合實際的 這樣一個集團 這樣一個天然統治者集團形成以後 你才不至於留於一個單純的反對派集團 就是知識分子最喜歡的一個清流反對黨 清流反對黨在具有一定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情況之下 能夠糾正執政政黨的缺失 能夠使不滿於政府的城市中產階級的選票有一個疏散口 但是他也有一個鐵門檻跨不過 他永遠不會湊到足夠形成穩定執政的政治多數 他自身也是雲集了大量的知識分子色彩的批判性的人才 自身卻沒有建構性的能夠采米油盐的解決人民需要的天然統治的角色 這樣一個 比如說像陳菊這些人所依賴的南台灣這些天然統治者 是在九十年代以後才逐步成長起來的 在1996年彭明敏競選總統的時候 這個集團還不存在 民進黨建立了這樣一個封建集團以後 他才能夠真正站住腳 而今天的民眾黨柯文哲 他還沒有建立起這樣一個集團 而1996年的民進黨實際上 從封建基礎成長的角度來講 跟今天的民眾黨属在同一個層次 過去二十年的發展是他建立起了一個封建集團 大致上能夠維持台灣人口三分之一 北台灣的外來人口 大部分還處在國民黨集成組織的籠倒之下 再加上國民黨的土質結構 在台灣中部和東部的土質結構 國民黨在集成社會還控制著三分之二的江山 這就是劉少奇所說的那種 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面 儘管理論上講 共產黨已經建立了一黨制國家 但是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面 你要問的三分之一的政權是在誰手裡面 比如說 在湖南就是成前成名人 留下的那些被收編的人員 他們在湖南政壇留下的前司 還經常擁有一半左右的職位 比如說在地址部 有過去北洋時代英美留學 各種留下來的技術專家精英 李斯光的存在就是為了稀釋他們的勢力 這些人還不能夠全部打掉 打掉以後整個官僚機構都會無法運作 像俄羅斯軍隊有過去留下來 沙皇留下來的軍官 人民解放軍有過去土匪收編 國軍軍隊收編 滿洲國軍隊收編留下一些班底 這些人名義上都已經加入了共產黨 受到黨組織的領導 但是他們私下裡面的默契性的組織 還不能說是完全消失 這些東西都是劉少奇認為 劉少奇作為黨部幹部認為 作為中國的斯大林 認為中國應該向斯大林那樣建立 徹底的黨權國家認為是不靠譜的 需要整頓的 民進黨在高階層的勝利是依靠高投票率維持的 但是在低投票率 純粹的依靠利益為基礎的豬肉桶政治當中 它的實力是達不到高潮水位前的要求的 政治從來都有高標準和低標準兩種 在光榮革命和拿破仑戰爭以後的幾十年 英國就沒有出現過 內戰時期和拿破仑戰爭時期 曾經出現過那種高標準的 近乎全民參加的政治 投票率一直是極低的 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後幾十年 和1812年到南北戰爭之間的幾十年 也都是出現這種狀態 投票率很低 只有職業參加政治 以政治為生的政客 和經營政治分豬肉桶的少數人 才會積極參加政治 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的投票率還算好的 台灣一般來說 投票率經常再低也是60%左右 美國的投票率經常就是低到40%左右 英國在18世紀的投票率還要更低一些 在這種情況下 投票產生出來的結構 基本上全是封建寡頭的結構 像哈貝馬斯所說 和現代民主理論家所說的那種公共空間 公共領域和黨派分明的意識形態政治 基本上是全部存在的 完全不存在的 起作用的就是 直接分豬肉桶的政治經濟人集團 哪個機構比如說是農漁會 或者在日本就是自民黨組的地方農會 是怎樣分割資源的 怎樣給相應的人員找工作的 這就是政治的全部實質 這個政治按照高調的政治評論來看 就是純粹是腐敗政治 純粹是利害關係之間 利害和人事方面的勾兌 但是我們不要注意 不要忘記就是 人類的生活 大多數的生活 都是卑之無勝高論的彩米油盐 在個人和社區生活當中 能夠夠得上的高級政治的時間點 本身就是極極短暖的 基本上就是你青春期上大學那幾年 你戀愛結婚那幾個瞬間 你送孩子上大學或者他職業選擇那幾個瞬間 加起來能有多長時間呢 可能不會超過普通男人和女人身份的 生命時間的十分之一 戀愛結束以後 大部分婚姻時期 選擇結束以後 大部分上學時期和職業時期 都是純粹柴米油盐利益勾兌 談不上是瘋瘋裂裂 生生世世的愛情 也沒有什麼路線選擇 政治情況也是這樣的 維持人類生活大部分就是這些 如果時時刻都要搞高級政治 把這些日常的勾兌 都當作利益鬥爭而排斥掉的話 那麼普通的餘夫餘婦 基本上就不能主持家庭 就不能生兒育女了 大多數單位也差不多 沒有辦法進行日常運作的 所以在英美和大多數國家來講的話 能夠載入歷史 我們從歷史 敘事當中會得到很錯誤的認識 就是說以為歷史是由極少數這樣的高光時刻連累起 其實這些高光時刻只是偶爾出現 而且在政治形勢比較穩定的國家 像十九世紀的美國 大概整個十九世紀 總共也就只有不到十年時間是屬於這樣的高級政治時刻 大概有九十幾年時間都是低級政治時刻 低級政治時期 你根本就記不住這些時期的美國總統是誰 阿瑟總統幹的是什麼 誰也不知道阿瑟總統到底幹的是什麼 哈利森總統和泰勒總統到底幹的是什麼 一般人都想不解 如果你還能想起來是誰的話 那麼傑夫遜和你 就是傑夫遜和林肯 傑夫遜和林肯之間的美國 好像留有一片巨大的漫長的空白時期 這些時期的美國總統和政治家全都是默默無聞的人 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 照台灣的觀點上 他們就是像王金平這樣的人 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勾兌勾兌勾兌 我手頭有幾十個公使職位可以任命 還有一些郵政局長和法官職位可以任命 我該把這些職位分給誰呢 也有一批人向我來要官 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職位在要官的人當中做一個適當的分配 怎樣才能把蛋糕切讓大家都滿意 這就是我幹的事情 但是美國社會的反慢的成長 大部分就是在這樣的穩定時期成長的 劇烈鬥爭的像林肯總統實際那種劇烈鬥爭的激烈時刻 是對社會有傷害性的 生兒育女孩子長大 日常生活當中單位的經營資源的積累 大部分都是在這些低級政治時期依靠勾兌來進行的 所謂的集日